高温肆虐 末日降临 我重生回到了末日爆发前一个月 同时激活了广阔空间和空间感知异能 缺水 我直接收了贝加尔胡 你随意 缺油 我直接掏空一座油田 缺粮食物资 漂亮裹几十个仓储中心手道擒来 邻居囤粮我囤枪 邻居就是我粮仓 此时正是2049年12月1日 正值寒冬 距离末世1月1日还有一个月 怎么能不趁此机会收割一波 哈哈哈哈 这滔天的富贵可不能就此白白浪费 首先我带着全部身家314万 直接来到小吃街 烧烤蔬菜 炸鸡 汉堡 各种披萨 卤煮 麻辣烫 小笼包 辣条 臭豆腐等等无数种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买不到的小吃 不管好吃难吃 统统大包买放进异能空间里 第一波物资囤积完毕 68万的各种快餐 够我吃个十几年的 然后我把手中持有的地产股份 以15亿的价格卖给了钱 是害藏我一家的大伯 让他漠视钱必变废纸 哭都找不到地方 卧槽了 重生这玩意都能变大 我竟然觉醒了传说中的第二个技能 空间感知 同时我精确地感知到 异能空间半径扩大了1000公里 雷达也不过如此啊 看来必须去一趟俄国了 前世贝加尔湖成了世界土豪 和俄国最大的生存基地 这直接让俄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毕竟俄国地处纬度高 温度就低 又有贝加尔湖 那里的水购全地球60亿人喝50年 而且湖里还有那么多雨 不缺吃不缺喝 我他妈这次把贝加尔湖给你装走 我看你老毛子这次还牛气什么 喂 麻烦帮我办理一个去俄国的旅游签证 越快越好 钱不是问题 好的 我这边给您加急 最快三天 最慢七天 办好了给您回复 接下来我开着3000万的限量款兰博基尼 顺着记忆来到了一家不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我以5000万的价格打包买下地产公司 将公司业务改成全租房 租客只需要付房价50%的押金 就可以永久免费住 而我用租金两成首付贷款买房2.5套 再租出去贷款买6.25套 然后继续贷款继续出租 至于贷款 一个月后就是末世了 正经人谁还还贷款吧 马云说的没错 未来房价如葱 一颗葱就可以换一套房子 接着我去了护龙安保公司 委托老大王龙一个月内为我建造一万坪的别墅 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全屋全钢结构 墙体用一米厚的钢板 隔冷隔热防辐射 玻璃用10公分厚的防弹玻璃和一厘米防爆加层 一共13层一米半厚 内置防辐射窗帘 大门太合金一米五厚 楼顶铺满太阳能电池板 别墅四周通高压电网 全别墅独立局域网 制冷 制热 发电 喷毒 空气净化系统应有尽有 我要的效果是核弹把我的别墅炸飞了 也不能炸碎了 至于建设资金30亿 我只首付三成就立马开工了 怕王龙不放心 又抵押了西山别墅区800亩的地气给他 这是我的卡里 还有5亿4千万的余额 于是我找到黄海市最大的特种车制造厂长 我的好朋友赵卷 给我制造两辆特种改装车 第一辆车得适应70度的高温 最少10个车孤路 全是耐高温防爆胎 双发动机驱动 内置水冷却发动机散热器 车体用两厘米厚的钛合金板 车头重点钛合金加厚 防爆防弹板材玻璃 车内要有空调 内置抗高温隔热材料 压到反坦克地雷 炸飞了都不能炸穿 第二辆要雪地履带车 同样双发动机 要耐得住零下70度的低温 可以安很多个电瓶 底下要有滑雪板 防止掉进雪洞 玻璃要耐低温 防弹防爆 同样钛合金车体 对在墙上抢倒了车也不能坏 两辆车的备用零件都给我准备10套以上 常用的零件必须准备100件或者1000件 一个月内两辆车做完 也不是太为难你吧 我现在就把厂子里所有订单全推了 夹几给您做出来 一个月内我要是不把两辆车给您送到您家去 我就把我脑袋送到您家去 这钱真不金花 这才一天时间 15亿就剩下2亿4千万了 不过手机里的余额在末世到来后 只是一串数字 必须现在花出去才行 在黄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已要建设私立医院为由 订购了5套标准医疗器械 5亿的药品 加上绷带 纱布 止血药 消炎药 晒伤刀 抗感染和抗冻伤的药等等 一共10个亿 我付了两亿定金 一个月内前付清 接下来我在饿死了吗 软件里所有的电挨加点 不管好不好吃也不看到底卖啥 点进去就是每样都输入50份 然后交钱下一家 一共点了足够我吃20年的外卖 此时最重要的庇护所 车辆 药品 医疗器械全部搞定了 我把到货的物品全部放进空间内 随身携带 食品这东西不着急 大不了末世到来开车拿枪去抢邻居的就行了 邻居囤俩我囤枪 邻居就是我粮仓 末世三年里 我不记得自己玩多少次0元够了 技能熟练度高的不得了 下一步计划就是买油了 我录了各种高利贷网贷 抵押了车子 共录出1.2亿 跟石油公司订了4000立方汽油 3000立方柴油 就在我的卡里还有不到100万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您好 陆超先生吗 您的签证已经办理完毕 请您明天来取您的护照 好的 知道了 开始买机票 明天出发 贝加尔湖我来了 次日凌晨12点 我人已经站在了硕大的贝加尔湖中央 此时我身上绑着绳子 带上氧气瓶 直接打开空间 5米后的冰瞬间被收走 贝加尔湖的水位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降 被卷入巨大漩涡的各种水生生物 进了空间直接死 直到凌晨4点 我这才下到了贝加尔湖所在的最深处 1300米 哎 还是给你们留300米吧 这天都快亮了 我也没时间往下收了 就在全俄国在为贝加尔湖突然消失 而举国震惊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了俄国的导弹发射基地 搞定守卫后 将我看到的所有武器 手枪 冲锋枪 火箭筒 RPG 只要手电筒光线照射到的 全都收进空间 五台导弹发射车 导弹发射解 备用导弹 给爷爷捅捅过来吧 而由于第三个导弹发射基地 有一千多人巡逻 不好偷 我直接放出一点点贝加尔湖的水 直接把基地淹了 顺便收割了装备若干 回来的路上 我又收了一个油田以及配套设备 两个煤矿 这样就是后期寒潮来了 也不用担心缺煤了 俄国不出意外的已经炸锅了 而又过了几天 漂亮国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的航母基地被偷了 大型航母若干个 包括附近航母补给站的重油 航空汽油 航空燃油 各种军粮 防寒物资 水果冻肉 罐头粮油等所有物品 全都在一夜之间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就这样到了12月15日 我一不做二不休 八天时间 从华盛顿的仓储中心 各大超市开始 一路往北到枫叶国 石油公司 仓储中心 巨型超市 各大医院 服装厂 冷冻厂 机械厂 军工厂 只要我觉得有点用的 全都顺道给偷了 一直到了枫叶国 我迅速坐上飞机 14小时后 我已经身处于 我梦寐以求的安全屋 我的末日堡垒大别野 此时所有工程已竣工 我在别墅下方 埋了一点点炸药备用 做了些收尾工作 静静地等待着 末日那一时刻的到来 此时我坐在窗口 一边喝红酒 心中忐忑地紧盯着窗外 突然一道剧烈的白光 照亮了整个夜空 把整个太阳系 照射得如同白照 太阳黑子终于爆发了 仅仅只是一瞬间 所有手机和电脑屏幕 开始冒出雪花 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从这一刻开始 人类科技将会倒退百年 大概一分钟后 天空那道白光 才渐渐消失了 而不少人在睡梦中 压根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凌晨两点半发生了什么 那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 我太奶奶在向我招手 是不是太阳爆炸了 要不然怎么停电停网了呢 那股强光我看到了 世界末日了 太阳爆没爆炸 我不知道 把我家玻璃都给震碎了 119也打不通 大火烧了一宿才停 还好是晚上 要不然得炸死多少人啊 谁能救救我 我在黄海市高速公路 35公里的桥下 我掉下来好几个小时了 求救电话根本打不通 我现在腿断了 卡在车里出不来 谁来救我出去 我给他一百万 华夏国官方永远都是那么迅速 早晨网络就恢复到三句 看直播打视频电话够用了 水电也在加紧抢救中 同时官方发布放假三天 非必要不外出 然而谁也不知道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直到第二天 后知后觉的人们才发现 不少人脸上 脖子上 手上布满了红色的斑点 经过鉴定均属于紫外线灼伤 而这种晒伤 在以后的高温天气里 绝对是致命的 治疗不及时轻则毁容脱层体 重则俩腿一等女士长辞 谁能想到30度的天气 太阳能把人晒成这样 况且此时还是冬天 一时间 防晒要高的价格水涨船高 成了稀缺物品 莫氏论在这时迅速盛行了起来 到处人心惶惶 业主群里也开始有人求救了 谁家有晒伤膏啊 我家人昨天去楼下玩 今天整张脸都晒烂了 医院里全是警察战士和消防员 根本没有药 你们谁给我一支晒伤膏啊 我出一万元购买 慌什么 晒伤嘛 又不是什么大事 过几天就长好了 放你娘的狗屁 你特么的现在出去晒两小时再回来费 我妈昨天下楼跳广场舞 现在已经不行了 谁有晒伤膏 我出两万买一支 跳广场舞是真活该啊 天天白天跳半夜也跳 还有暴走团怎么不去走了呢 晒死你们这群老王八蛋 我看谁还敢朝我睡觉 你特么住哪都哪单元 敢不敢报地址 我妈要是出事了 你也别想好过 意料之中的是 十家有九家都没有晒伤膏 就算有 也就一支半支的 而我在我的末日堡垒里 喝着冰镇啤酒 惬意非常 外面现在四十度 可是我屋里只有二十三度 十分的凉爽 空间里还有三万平方公里 五米厚的冰呢 随便拿出来一块放屋子里 就可以降温 这安全屋格冷格热 跟保温箱一样 几辈子都用不完这么多冰 而群里的业主 依旧在吵吵嚷嚷地不停 热闹非凡 大家不要急 专家说了 这次天灾要不了几天 就会降温过去的 我发现有些不自觉的 老年人正在抢物资 没有必要的 二零五零年了 请大家相信官方 相信居委会 原来是王贵芬这个蠢婆娘 这娘们不像好人呢 上辈子官方拨下来的 救援物资被她藏了不少 直接害死了很多人 热射并会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我没说话 就静静地看着 要不了多久 这个王贵芬 就会成为整个小区的 众矢之地 王姐 咱们都是90后 疫情那些年 你不也经历过吗 不囤点物资 万一家里断粮了怎么办 就是 这么热的天 还有紫外线辐射 出个门都费劲 我家都断粮了 不囤点我喝西北风了 就算西北风能喝饱 我出去埋几桶水不过分吧 这鬼天气都特么四十度了 我不用喝水的吗 专家 专家说的话全是放屁 专家的话 要是能信都不如信猪会爬树 你看农业频道那个谁谁谁 不让焚烧皆干 污染环境 你看这几年病虫 还泛滥成什么样了 超强的紫外线 不光会杀死动物 对植物也是致命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这个地球将会无法产量 所以你们感受绝望吧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这不是给官方和居委会添乱吗 就你们这种抢法 不出三天 物价肯定控制不住 到时候 大家谁都没得吃 我王贵芬 今天代表居委会 把话放在这里 现在我就去大门口记名 谁哄抢物资 我直接记录 到时候 天灾过去了 我一定报警告你们 扰乱公共秩序罪 就在这时 一个业主发来一段视频 一个老头 正在超市的阴影处 汗流加倍地往三轮车上搬东西 而且搬了满满一三轮 一瞬间 群里又炸锅了 王贵芬 这特么是你家老头李大国吧 你自己家老头都管不了 你在这逼逼赖赖地管我们 好家伙 我用手链回来 你说我哄抢物资 你特么直接用车装 你这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大家静一静 我将老头买物资 是为了防止哪家邻居 有困难以被不适之需 咱们小区别墅区的 陆超才是哄抢物资 我看见前几天 他家仓库 一卡车一卡车的现货 陆超 远亲不如近民 如今天灾到来 你是不是也得帮邻居们渡过难关啊 我一听就笑了 好家伙 玩得真埋态啊 自己屁股没擦干净 还往我身上扔屎 趁现在闲得无聊 我决定逗逗王贵分 王大妈 我之前是买了许多物资 但是后来有一天被偷光了 现在我都饿得都接不开锅了 你老爸买了那么多物资 能不能支援我点 天灾结束我十倍奉还 我现在就是困难家庭 请求居委会支援 然后我上传了仓库空空如也的视频 还有一张报警立案证明表图片 上面写着陆超丢失物资价值100亿 以立案调查 这其实是我为了掩人耳目 偷了自己的物资放进了空间内 这样就不怕有心人打我物资的主意了 群里又是一阵议论 不过这回多半是幸灾乐祸 他们知道我有钱 听说我丢了这么多东西 心里就是个爽啊 比自己捡了100亿还高兴 苍天啊 大帝啊 是哪位天使大姐 替我出的这口气啊 陆超 你为父不仁 你活该 哈哈哈哈 丢了100亿物资 真是笑死我了 太爽了 额迪神啊 100亿物资 这特么够全小区人吃多久的啊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 陆超要是没丢 还可以救济我们 或者卖我们 他破产 咱们不也一样没得吃吗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上次说到 据委会大妈为了掩饰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 竟然把矛盾转移到我的身上 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 网群里发了一张270万的银行卡预额 王大妈 你让你老头给我送点吃的呗 我愿意给你们跑腿费 一包方便便五块 一瓶谁五块 都五块 陆超你有钱 你不算困难家庭 我们居委会 只会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你想吃 自己晚上买去 大家一看王贵芬说要帮助困难家庭 顿时换了副领 都开始哭穷了起来 王大妈 我贷款买的房盒车 家里条件一直不好 你给我送点呗 等我发工资肯定还你 王老妹 我儿子不在身边 这么热的天 没办法下楼买东西 你帮我送点呗 王姨 我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 外卖也没人送了 你给我送点吃的呗 我给你跑腿费 这下下的王贵芬半天没敢说话 群里瞬间骂声一片 王贵芬气得直接关了手机 这个陆超 真是会给我添麻烦 等灾情结束后 我高低地找块黑地 拘留他半年 这件小事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只是愈发百无聊赖 于是我打开3D投影仪 开始欣赏一些水稻的培育 母猪的产后护理等经典场面 不得说这观影感觉 真是身临其境啊 晚上气温逐渐降到了30度 虽然闷热 好歹也比白天好一点 而物价已经暴涨 于是人们趁机在各大超市里疯狂抢购 甚至还发生了不少趁乱抢劫事件 哼 不就是天热点吗 至于这么大包小包的囤吗 我看都是有 啊 抢劫啊 他抢我刚买的包包 你怎么不管管 管什么管 你是西山别院的理营吧 我看你穿的这样 是假体被抢爆了吧 你 你给我回来 把包还我 妈的 这傻妞啥也没买 藏这么严实干什么 这特么不是耽误老子时间吗 我呸 你抢我包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把我包扔垃圾桶了 那可是我的驴排包包啊 一个底层混混哪里认识什么驴排包包 宋超只见没抢到之前的东西 就对女子开始全打脚踢 让你浪费老子时间 连吃的都没有 张三律师都说了 老子现在吃大熊猫都不犯法 老子这叫紧急避险 你要吃的是吗 我家里有很多吃的 别打我了 我给你还不行吗 你家在哪 带我去 没吃的 老子宰了你 带路 你说你是我朋友 屋里还有别人呢 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让你拿走 行行行 别磨叽 你说我是你爹都行 快点给我拿东西 我只要吃的不杀人 我这是在紧急避险 不久 宋超搬着一箱火腿肠和泡面扬肠而去 嚣张至极 这是发生在我所在小区的超市门前 而抢劫事件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不远处甚至还有人倒在血泊里 生死不知 这时群里又有人说话了 牺牲别人的家人们 我父亲昨晚去世了 现在活葬场联系不到 医院电话也打不通 我该怎么办 等粮透了以后 切片凉板 你以为我特么在跟你开玩笑了 你住哪栋哪单元几零几 我现在就去给你切片凉板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妈前天晚上也去世了 这鬼天气这么热 你说我怎么办 天灾到来谁都没办法 每个楼层的顶楼都是空置的 家属把去世的人放置在顶楼吧 超强的紫外线可以杀死一切病菌 不然很容易发生新的疫病 说话的是三栋三单元 一个叫梁秋雨的人 我点开资料看了一眼 原来是个医生 怪不得给的建议这么专业 却使我微微一笑 给那两个业主 分别发了两个一万元的专属红包 你们节哀顺变啊 死者为大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们收下吧 谢谢陆总关心 陆总这份心意 我父亲在天有灵 也会知道的 陆少 他们都说你为父母人 但是从你这个举动我看出来了 你绝对是个有良心的奸商 不 伤人 就居委会的王贵分 人母狗样 有事的时候装死 没事的时候蹦出来 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开眼 没让这老不死的一家仙嘎了呢 王贵分呢 赶紧随份子啊 你不是代表官方吗 出来放个屁啊 王贵分气得又关了手机 不想再看别人骂他 这个陆超 你和我找不自在是不是 有钱你就了不起啊 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啊 妈 你气什么 咱家囤了几三轮车物资 一家四口人 两个月都吃不完 陆超是有钱 可是家里泡面都没有了 要不了几天 他就得饿死 等他在群里求助的时候 咱们再好好教训他不就完了 听到儿媳妇的话 王贵分点点头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看陆超你 还能嚣张几天 这有钱人 就喜欢在这种时候 彰显自己的能力 可是 没人会记得你的好 等你快饿死的时候 你看收了红包的人 谁能帮你 这时群里又出现了 求购晒伤高的信息 恰好之前被抢劫的李莹说 自己有一连十只防晒膏 而一只防晒膏的价格 已经涨到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不得 西山别院别墅区 有钱人不少 一看有人卖物资 一些人赶紧抹防晒霜出门 很快就来到了李莹的楼下 一个一个排队来 不许吵 你们谁要是大声 我可就不卖了 好好好 我直接给你转账 绝对不出声 只要你卖 我就是跪下叫你奶奶都行 我肯定不出声 女菩萨 你就是来拯救 我们的女菩萨 饿死我了 这娘们是个狠人 还真卖啊 就在这时 之前的劫匪宋超 突然气势汹汹地 再次驾临 在他身后 还跟着十几个蒙面大汉 手里都拿着西瓜刀 原来他们是西山区 十三太保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现场原本就紧张的气氛 一下子冷到了几点 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开 我们只要食物不伤人 老子都快饿死了 老子这是在紧急避险 你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给你活腿肠和方便面了吗 你他妈家里这么多吃的 就给老子这么点 你打发叫花子呢 真他妈欠抽 大哥 我们啥都没有 你别闹出人命 我们走行不行 都给我滚 老子不杀人 老子现在就是杀东北虎吃 都不犯法 兄弟们 给我去他家搬 冰柜也给我搬走 只要吃的 不伤人 十三太保速度很快 可是拉冰箱的声音很大 还是吵醒了李莹的朋友 瞧瞧 你们怎么进来的 这是我家 请你们马上出去 小美女 我劝你老实点 马上回自己屋里去 我们这是在进行紧急避嫌 瞧瞧下得赶紧躲回了卧室 连忙查看一天都没有看过的聊天记录 李莹啊李莹 我把你当闺蜜 你竟然想要我的命 瞧瞧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看现在物价高 卖点东西赚钱 你这些东西不是三十万买的吗 我赔你一百万 一只晒山高 你就骂了三百万 九只两千七百万 你现在给我一百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李莹 从现在起请你离开我的房子 咱俩以后恩断一绝 你离我远点 下次见面我怕我忍不住宰了你 瞧瞧 你囤物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现在你也赚到钱了 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还比不上这点东西吗 再说是他们抢的 不关我的事啊 文 别逼我砍了你 我现在还不想嘎人 这件事处理的我只能给你打三星 那个李莹很明显就是为要钱不要命的白电话 现在嘎人都没人管 你留着它过年啊 这是我从空间里拿出两台无人机 从窗户放出去 就让他们在小区附近巡查 以便随时了解外界状况 很快就到了晚上 乱世之下 竟然有不少人开始了惊险直播 画面相当刺激 咦 这女的不就是李莹吗 原来李莹被赶走后 在商场展示柜里 林园够了超多包包和鞋子 没想到出门就遇见了一个惊险主播 大 大哥 我没惹你啊 你要是想要高跟鞋 里面还很多啊 你这是要干嘛啊 别紧张老木 直播间千万老铁都看着呢 你要是主动联的 那我也没必要那么才人 说话间 这名主播已经拿着西瓜刀 逼近了李莹 李莹下的腿肚子都软了 直接就跪了下来 正当主播视如破竹无人能挡之际 一把西瓜刀直接自上而下劈了下来 瞬间斩断了她的手臂 鲜血飞溅了李莹满身 而直播间里也瞬间炸锅了 卧槽 你干什么 老子没惹你吧 我不认识你啊 你特么就是我在西山调断掉是吧 昨天直播间你不是让老子这个刷不起礼物的臭吊子 顺着网线来砍你吗 老子现在来砍你了 老子满足你的要求 我看到这一幕这个气啊 本想再刷点火箭给李莹这个白莲花玩玩的 谁特么知道半路杀出个暴怒网友啊 不过我卡里就只剩两万块钱了 还记得我在末世前买过一个房地产公司吗 我就给我的下属无经理无用打了个电话 老板 您绝对是我见过本世纪最伟大的操盘家 现在物价翻了一百倍都不值 您现在应该是全国首富了 我看您囤物资 我也跟着囤 我把自己的五千万和公司账上的八千万缩哈了 您啥时候卖物资告诉我一声 我可不想错过最高价 行 多存点水 最好在别墅里挖个紧 顺便把公司账上所有的钱现在都转给我 我有用 无用果然很有用 很快往我卡里转进了九十六万 而我从空间里拿出一把手枪 一百发子弹和麻将副像7扑克牌 几本一书 五束书 几把开刃堂刀 送到了无用的别墅门前 这里毕竟是我以后的团队 这次就当是考察了 老板好 我擦了 美女 你叫什么名字 你多高啊 我叫江清雪 大学毕业 今年二十二岁 身高一八二 穿了高跟鞋才一九五的 从今以后不许穿高跟鞋 我不喜欢抬头看人 知道了老板 好了 给你们发点福利 有吃有喝 劳逸结合 工资一个月一万 代薪休假 从今以后每天上午女生看一书 男生上午练拳击散打 下午时间自由支配 不相监督 举报有奖 而这天 李莹在群里知道我有钱有物资 给我发来了信息 陆超 你睡了吗 你给我一箱火腿肠可以吗 我现在可以过去陪你摇天打打牌 算了吧 我没兴趣 火腿肠我喂狗都不给你 难道我就要这样被活活饿死吗 就没有人能帮帮我 谁能帮帮我 要我做什么都行 现在李莹则是浑身疼痛 岂可难难 今晚这一切对她来说已经刷新了三关 该死的陆超 该死的乔乔 如果乔乔 你不把我赶出来 我会受到这么大侮辱吗 我会被血中汗倒行吗 很明显 李莹本就不好使的脑子 CPU彻底烧坏了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李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瞬间看到了生的希望 信息是梁秋雨发来的 感谢你的晒伤膏 我男朋友现在情况好多了 我家里有很多吃的 而且官方救援物资已经到了 如果你不嫌弃压缩饼干不好吃 你可以来我家 三栋三单元303 乔乔 陆超 你们这么对我 你给我等着瞧 黄海市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60度 夜间气温也有四五十度 而我在安全屋里待了几天 被党无聊 就拿着望远镜四处观望 结果发现乔乔又在偷窥我 你又在偷看我 你要不要这么闲 我知道我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气宇喧昂 泥岛亿万少女 你饿了告诉我 每天都在偷看我 你不怕长睁眼吗 那你今晚来我家玩啊 我看你也挺无聊的 我一个娇滴滴的女生不敢出门 现在世界太疯狂 我害怕 这娘们不像好人啊 陆超 现在真的已经世界末日了吗 这天灾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最多三天 天灾就会结束 你得相信官方 这才几天你就挺不住了 你得坚持下去啊 你说话就跟放屁一样 傻逼才会信你 我肤白貌美 披肩长发 身轻体柔 雄大无脑 我就不想把我接进你的安全屋里吗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活吧 你想过来也行 交个定金 表示一下诚意 让我看看你家的粮仓和你的海鲜 等我确定了 你直接过来就行了 只要你想要的 我这啥都有 你就吹牛笔吧 你这么牛 比你有航空母舰吗 有啊 不过你不值那个价 要不你换点好点的东西再来 你懂得 我陆超从不违背妇女意志 太特么嚣张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能吹牛笔的 群里异常的安静 这几天大家都不好过 买东西还买不到 慢慢的也就懒得问了 午夜十二点 懒水来电 大家都习惯了 赶紧拿所有的锅碗调盆装水 为什么今天水压这么小啊 我家住十九楼 基本上不流水啊 我家住顶楼 一滴水都没有 楼层低的住户 考虑考虑我们可以吗 别洗澡了 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你们有没有水关我们什么事 买房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考虑到 高层断电停水 失火要怎么办 就是 这么热的天 我洗个澡怎么了 水费我又没用米浇 你家住海边啊 你管得够宽的了 行 你们不给我们水是不是 那你别逼我们动手 就是 高层的住户团结起来 凝铁白铁是六十度 没有水 咱们早晚都得死 与其活活热死可死 还不如跟这群狗娘养的屁了呢 我吃着火锅看着群 我知道 第一场冲突马上就要爆发了 不是彻底断粮 而是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因为水的冲突 横河胜水都蒸干了 开了挂 喝牛尿都没用 华夏国官方已经横给力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而此时正当乔乔去洗个澡的时候 门却被敲响了 只见门外有足足十几个人 分别敲打二楼的房门 让他们开门 谁啊 什么事 我们是你楼上住户 我们停水了 能让我们接点水吗 要是没有水 我们明天就得渴死 我家水管坏了 而且我家已经被你们抢空了 要接水你们去别的住户家吧 水管坏了让我进去 我会休 我就说了 直接敲门 老子都快渴死了 就是 跟他们费什么话 现在都死多少人了 咱们进屋也不杀人 就接水 里面的人听着 你要是开门 大家都是邻居 日后好相见 我们接完水就走 你要是不开门 我们可就不保证你的安全了 突然 门上传来一声巨响 外面的人已经开始用大锤砸门了 这种事不光发生在乔乔这栋楼 所有高层都发生了这种事 混乱已经开始 为了活命整个西山别院全乱逃 你们别逼我 快点离开我家 要不然我可砍你们了 一个破诈了 我两锤就砸开 一个中年男子抡起大锤就要砸 而乔乔已经吓哭了 闭着眼睛拿着刀就全力刺了上去 你 你这个杀人犯 你把我爸杀了 我跟你拼命 快点离开我家 你们这是抢劫 我这是正当防卫 二零一 你杀了我爸 这是我唐川跟你没完 明天我就做个更长的大锤 你等我进去了 我一定要把你砸了 说完 唐川拿起地上的大锤与水桶进了邻居家 不要 你们给我留点水啊 那是我家最后一袋米了 你们拿走了我们吃什么 你们这不是尖水 是抢劫啊 我跟你们拼了 而这家人却没想到 唐川本身就不是好人 那男子直接被一锤抱他了 血流满地 我劫完了 你们派出几个人 把我父亲抬楼顶去 谁抬谁就接下来往下接水 你们要是不听话 我的大锤可不长眼 我 我抬 我也抬 算我一个 还有我 从今以后 你们四个就是我唐川的左膀右臂 唐蒙四大天王 想活下去你们就得听我的 你们几个去砍树 明天来水之前给我砍一棵树回来 我要撞开乔乔的门 把他零食几天 接下来在唐川的威吓下 203的住户也被迫加入了唐蒙 把203的东西给人家放下 我唐蒙的人没人敢抢 不就是没吃的吗 明天收拾盘乔乔 我在带你们去想别人的 跟我唐川混 亏不了你们 就此 末世后我附近的第一次冲突升级 造成了一个黑头 唐蒙的建立 直到清晨 所有人才开始拎着水桶工具回家 此时别墅区沦陷了六成 各个单元一楼二楼几乎全军覆没 而只有我在家呼呼大睡 墙上门上全是高压电 电死了几个倒霉蛋 也就没人再打我的主意了 陆超 昨天小区里发生的事 你知道吧 我知道一别两千万的物资在哪里 如果你让我住进去安全屋 我就把那批物资在哪告诉你 那批物资咱俩几辈子都吃不完 两千万的物资 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吧 进我安全屋想都不要想 这个条件没可能 你就是给我两艘航母 我都不干 哥 乔乔走了 你一个人好好活下去吧 惹多大的事啊 跟我说说 安全屋你肯定进不来 不过 我对人体软件硬化工程学 倒是颇有研究 有问题跟我讲 咱们可以交易啊 这个王八蛋还是这么贱啊 反正我都要死了 我死也得先弄死你 此时乔乔还不知道 这个决定将是他此生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乔乔见自己的计划没有得逞 歪心思也随之而来 反正我杀一个人也是杀 杀两个人也是杀 先宰了陆超 你这个王八蛋 然后再死 惹多大的事啊 跟我说说 有问题跟我讲 咱们可以交易啊 我昨天晚上把楼上抢水的人杀了 他们要报复我杀我 我一个人挡不住那么多人 今天晚上我死定了 那都是小事 你过来陪我玩果冻跳跳堂 我给你拿一把手枪 二百发子弹 守住你家简简单单 你把你们这栋楼的人全毙了都行 没想到陆超这个王八蛋竟然有枪 如果能进安全屋 如果我能把陆超宰了 我不光能抢一个安全屋 还能抢到热武器 这必须放手一搏啊 好 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过去 乔乔立马涂好防晒霜 带着遮阳伞 忍着将近六十度的高温来到了我家门口 这天太热了 呼吸都感觉肺部在灼烧 别动 双手举起来 慢慢走进来 好了 把这个糖吃了 然后去洗个澡 乔乔仔细打量着我的安全屋 彻底震惊了 只见屋里就是一块五米建方的冰块 正在给安全屋降温 外面六十度 屋里也就二十度左右 果然 有钱人的世界 就是不一样 乔乔洗完澡后 我们便在房间里血沾一小时 之后乔乔沉沉睡去 而我考虑了很久 虽然乔乔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但是房人之心不可无 再加上之前我们的交易 是替他解决楼上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先把他送回家 在乔乔家 我发现了三个月的小葬熬狗方子 正考虑要不要抱回去 给我的大狗安倍当个玩伴 谁知这事门外却传来了不小的动静 我听到车的声音了 门果然开了 今天这娘们死定了 还有你小子 外面的车钥匙给我交出来 然后滚蛋 我唐川饶你不死 此刻唐川拿着他的锤子堵在门口 准备给我来一套乱披风锤法 而我却拿出一把手枪 然后对着他的脑袋上去就是一枪 就在唐川被击毙的瞬间 四大天王慌了 竟然用热武器 不带这么玩的呀 本来他们加入唐盟就心不甘情不悦 这回直接四散奔投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而这时下楼看情况的唐川母亲 恰好看到儿子被爆头的一幕 你竟然杀了我的儿子 他还是个孩子 他只是想为父报仇 还有什么罪 一家人 就是要整整齐齐 然后我很和善地将二楼的人全部赶走 把家具全都堆在三楼楼梯口 浇上汽油 一把火点燃 随后给乔乔留下一把手枪和二百发子弹 最后我抱起小藏傲方子 很快回到了安全屋 果然 三楼爆燃的火花开始往楼上窜 顿时一栋楼的业主全慌了 我的天啊 一栋着火了 已经烧到八楼了 救命啊 谁能救救我 我家住是三楼 就算跳楼也死定了 这火是陆超放的 他把一然乌塞买了三楼 又点着火 根本就没打算让一栋任何人火 陆超 你就是个杀人魔 我们一栋招你惹你了 一看我成了全民公敌 王贵芬又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开启无敌模式 陆超 你果然暴露本性了 我代表北山别院所有业主谴责你 等秩序恢复 我一定会报警抓你 我微微一笑 依然不惧 王贵芬 你家住哪栋 报个地址 我直接也放把火送你们一程 我做好事从不留名 请叫我正义的使者 正义超人煎饼侠 就在这时 我被踢出群聊了 不过不怕 我还有一堆小号在群里 我是郑大海 我愿意带头惩承陆超 今天晚上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干的 报个名 太阳落山后来我家集合 大海哥 我家有电锤 来电了我就跟你去 算我一个 昨天我兄弟被陆超墙上的高压电 直接电死了 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我也去 陆超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人人得而诛之 看着这群心怀鬼胎的邻居 我只是笑了笑 你们扛着正义的大旗讨伐我是假 想霸占我的安全屋才是真的吧 敢放火烧楼就不怕你们报复 反正你们来撬门是早晚的事 我拿出一根雪糕 用小号默默潜水也不说话 顺便也看看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让我失望的是 这些人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 无非就是找锁将撬锁 砸窗户 用撬棍 群里不断传来新消息 失火的那栋楼不少跳下楼的 摔死十几个 重伤几十个 轻伤六个 一个没事 正在群里疯狂呼救求收留 可是现在家家没余粮 谁都不想接济他们 包括有余粮的聚委会王贵分 而随着楼房内温度越来越高 失去药效的乔乔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这不是我家吗 难道我跟陆超那个 只是我做的一场梦 此时乔乔发现了桌子上的手枪 以及200发子弹 还有房间被换的重量型钛合金大门 瞬间惊了 完了 我要被留在这里烤死了吗 说一笔交易就一笔交易 你竟然不管我死活 陆超 我CM Musial 你听到爱的陆超 果然啊 确实不应该把你留在安全屋 就这脾气 我睡着了你不得把我赶了呀 你可别想不开自杀呀 我要是知道你死了 就发给你哥和全网上去 你这身材这么正点 绝对点击量极高 到时候我还能赚点外款 你这个王八蛋 我到底怎么着你惹你了 你至于这么欺负我吗 别哭了 末世已经到来 而且以后只会越来越残酷 既然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我只能答应你 只要你对我不变心 你永远是我大老婆 给我点时间好吗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同意这件事 而且我有2000万物资做嫁状 这批物资保存好 足够咱俩和孩子吃到老了 乔乔还是很聪明的 这让我很满意 很快就到了晚上 以正大海为首的一行几十人 手持各种工具 乔乔来到了安全屋前 准备给我来点大的 这天 土匪头子竟然打着正义的旗号 来抢劫我的安全屋 真是太嚣张了 都跟我走 就在今晚讨伐陆超 都给我小心点 陆超家墙体布满了高压垫 千万别碰到 就这 老大你是不是太高看陆超了 我几刀就能把他这破门劈开 西瓜刀硬生断裂 断裂的刀片直接飞进他的喉咙 而太和经大门上 只是被刮了一道白痕 什么事都没有 老王你去 你专业开锁 能把他的锁撬开 大家都省事 大海 这不行啊 据我观察 这锁应该是最先进的面部识别锁 外加万字机械锁 密码锁 指纹锁四锁合一 只要三十秒钟内有一个出错 这门就会彻底锁死 凭我这三十年的开锁经验 完全没办法在三十秒内解锁成功啊 让你开你就开 磨磨唧唧的呢 钥匙好开 我要你做什么 就在老王刚把镊子插进锁孔里的时候 我就在门后坏坏一笑 合上了电闸 旁边一个年轻小伙赶紧去拉老王 同样被电出狗叫 干什么吃的 有电竟然还用手碰 都不想活了吗 很明显 他俩虽然不认识 现在却变成熟人了 郑大海见刚开局就失去了仨队友 心中十分恼火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拿锤子来 顺着窗户往里砸 我就不信他家玻璃上还能通电 扯电线 上电稿给我秃秃 就在这时 我拿出水管突然出现 开始冲他们几个瓷水 瞬间 又有几人也从相互不认识 变成了熟人 我尼玛 陆超 你这屋子里肯定有水有物资 我现在喝水都得省着喝 你竟然放水浇人 我这洗澡水没地方到 没想到外面还有人 都离我家远点啊 此你们身上电死 你们我可不负责 陆超 你现在不光放火烧楼 还电死这么多条人命 实相的你赶紧把门给我开开 接受调查 我现在代表官方逮捕你 如果现在开门 我可以视为你有自首情节 最多死缓 进去蹲几年也就出来了 你可要考虑清楚不开门的后果 不用给我判死缓 你怕我死刑就行了 进来打我吧 只要你能进来 我你随便打 你觉得我进不来是不是 我一个人进不来 我摇人还不行吗 我就不信一万个人还进不来 说着 郑大海网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我是郑大海 我发现一个秘密 陆超说他丢了百亿物资 他根本没丢 全都被他藏进安全屋里去了 家里没水没凉的都给我过来 只要进了陆超的安全屋 大家都有吃的喝的了 那可是一百亿的物资 卧槽 陆超家里竟然还有兵 而且他还用龙虾涮火锅 不行了 反正早晚也是热死 给我一块兵让我爽爽 我死而无憾 干了兄弟们 陆超嘎了那么多人 我们这是在执行正义 打倒嘎人魔 为移动的人报仇 一瞬间群里炸锅了 那些住高层断水或者断粮的全都来了 这数量足有上千人 黑压压的给我的安全无为了起来 郑大海看来了这么多人 又得意的挺起了胸膛 他觉得自己又行了 陆超 这回我看你怎么解决 我们这么多人 有本事你把我们都嘎了 给我分组挖坑 从地底下挖进去 我就不信了 陆超你家弟妻 还特么能是太合金打的 要不要把他们都嘎了呢 还是算了吧 空间不能收 这要是把他们都嘎了 那么多人不得烂自己家门口 到时候不得有瘟疫 大海哥 你让他们别挖了 你过来 咱们有事好商量 现在知道害怕了 你把门给我开开 我进去以后就好好跟你谈 行 有事好商量 你站着别动 我只放你一个人进来 郑大海 你听过狗怎么叫吗 嗯 啊 我的脸啊 我的耳朵 陆超 我要嘎了你 我要嘎了你 哈哈哈哈 原来狗是这么叫的呀 说着 我又把积攒了几天的狗屎泼下去 刚好交在郑大海的头上 陆超 你给我等着 等着 咱俩没完 郑大海也知道伤口 沾上狗屎会怎么样 赶紧捂着脸回家清醒 要不然自己死定了 而我则饶有兴致 对准挖坑的位置 打开射击口 点燃燃烧瓶 直接扔了进去 不一会儿 他们在众怒魁魁之下 躺在自己挖的坑里 都不用麻烦别人帮忙了 剩下人看到这一幕 吓得远远地离开安全屋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被飞来的燃烧瓶烧倒 大海 忍着点 这么热的天可不能出差错 你要是死了 我就带着孩子改嫁 郑大海老婆苏瑞红 直接交上点符 然后开始穿针颖线 就像是缝棉裤一样 给郑大海的大脸给缝上了 陆超 这把郑大海给疼的 俩腿一蹬 直接晕了过去 生死不至 放心吧大海 你就是死了 我也会给你报仇的 我苏洪瑞的男人 没有一个会白死的 苏洪瑞没开玩笑 他真答过人 他每次受伤 就会纹上一块纹身 追盖伤疤 而现在他除了脸蛋 和脚底板没纹过身 其余都是纹身 这娘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怕死 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 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又在黑老大郑大海 被我中伤后 大嫂苏洪瑞终于坐不住 决定重出江湖了 你们也真是废物啊 一群人一个人都搞不定 还特么的有脸回来吃饭 今天全给我停水停饭 都给我喂着 黄海十三妹这个名字 早就如雷罐 虽然这几年他退营了 但是他们丝毫不敢怀疑 这个大嫂真的敢 把他们砍碎了胃狗 喂老王妈 我十三妹 我老公被人打成重伤 你还有枪和炸药吗 给我弄点 什么 现在枪和炸药都是紧缺货 你要我陪你三天 才能给我行 三天后 我回来直接炸了 陆超那个破房子 老娘十八岁 连黄海市银行金库都打开了 要不是我老公被人砍死了 我才杀了那么多人 打点关系 散尽家财 老娘会嫁给这个废物 一群小弟弱弱的不敢吱声 他们就是干强拆的 不是混江湖的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给你们三天时间 从陆超的老房子挖地道 通到他的王八壳子底下 我回来要是没挖完 你们就给我等死吧 好的大嫂 保证完成任务 而就在苏洪瑞这边 准备偷袭的同时 大家所期待的官方救援 也终于来了 现在所有人 把自己家剩余人数 身份证号 报告给你们楼长 明早三点 官方的救援物资到了 按人头领取 每人一份 王贵芬一句话 使得整个业主群瞬间暴涨 苍天哪 大地啊 官方终于管我们了 我马上就快断粮了 再不来救济粮 我都要饿死了 感谢官方 感谢居委会主任王贵芬 感谢各位楼长 我就说天才无情人有情 官方不会不管我们的 官方会下来人吗 赶紧举报 路超纵火烧楼 在家里撕拉电网 电杆一百多人吧 这种事必须判死刑 就是 必须打倒 肩上路臭 要不是他黄海市 至于这么缺无字吗 我们至于什么都买不到吗 终于到了后半夜 物资才开始发放 小区内人流涌动 我偷偷放出无人机 悄悄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每人二斤压缩饼干 一瓶罐头 五袋速容饮量 五包小咸菜 末世里人们可以为这些 补给打得头破血流 对我来说塞牙缝都不够 所以我也懒得领了 而所有人都非常不满 本以为有鱼有肉有蔬菜 没想到就这么一点点 这时女医生梁秋雨 一身酒气 双目无神地走到物资领取点 之前群里有人爆料 她被渣女李赢抢走了男友 并且偷走了全部物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梁秋雨 来领你物资 突然 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本维持好秩序 一个满脸伤疤男人 拿着手枪指着一群人 瞬间人群乱作一团 唯一特殊的就是梁秋雨 她生无可恋地走到劫匪旁边 开枪 打死我 还真要不怕死呢 老子现在就逼了你 游戏体验感太差 愿下辈子不要再来 小娘子 虽然脏兮兮的 可是长得不赖啊 我回去教你练瑜伽怎么样 不 你要干什么 你杀了我 杀了我呀 世元 你给我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对着 凯华 你是来救我的吗 此人正是梁秋雨的前男友周凯华 在他身边还有得意洋洋的礼 世元 这是你嫂子 要练瑜伽也是我先来 周凯华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跟了你六年 竟然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渣 我卖了房子 用尽全部积蓄 换了一只晒伤钢 才救你一命 你特么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说 你是卖房才给我换了一只晒伤钢 梁秋雨 你给我滚 你别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我和周哥才是真爱 你算什么东西 行 周凯华 李莹 史元 而此时史元却明目张胆地开始抢物资 你 你 你们几个出来往车上搬东西 其他人给我滚蛋 西山别院抢物资的事不光发生在三栋 三栋枪声一响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抢 周凯华等人抢了三栋楼的救援物资 郑大海那群小弟仗着人多也开始抢 西山十三太保也不惯着任何人开始紧急避险 王贵芬更狠 带着儿子一家人压根就没发救援物资 小区内完全乱套 混乱至极的末日现象终于在这时候爆发开来 时间渐渐到了清晨 突然 一则不同寻常的短信打乱了我的头 陆超先生您好 这里是华夏国黄海市救灾指挥中心 您现在已经得到黄海市官方抗在庇护所的进入资格 请您三天内来到指定地点 三日后将无法进入 这是您最后的生存机会 请您慎重考虑不要将此信息公布转告任何人 此信息是官方机密信息 一旦公布官方会强烈追责 华夏国官方黄海市抗在指挥中心 这条所谓的官方短信最后还带着位置坐标 我直接点击删除 完全不屑一顾 傻逼 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那一百亿物资 老子有病啊 会上你这个当 我上辈子都没收到信息 这辈子收到了 因为什么我会不知道 我说官方怎么会平白无故当圣母发救援物资 这是要稳住普通民众给他们点希望 最近精英撤走前别乱套啊 而此时 我的无人机上突然传来了一个画面 画面中的梁秋雨 神情绝望地喝着酒 阴暗的脸上满是愤恨 这个曾经被伤害和背叛的女人 如今已生不如死 老娘绝对不能死 起码在宰了你们这群畜生之前不能死 随后她在群里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枪 我要枪 谁给我一把枪 现在要我干什么我都干 我思考片刻 决定用小号联系她 别动 真枪 这是给我的吗 交易结束就是你的了 还是原来的套路 还是原来的配方 不过我不确定梁秋雨会趁我不被嘎了我 还是愿意与我坦诚交易 就这样一直到了1月10日 漂亮国财终于宣布 末日已经爆发了10天 由于全球力量有限 每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 不过对于我前世的记忆来说 这消息却是提前了很久 看来因为自己重生同物资 改变了很多英国 就在这个时候 毕则来自俄国的黑客消息 如同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再次传到了全世界所有幸存者的手中 俄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 现在只需要每人缴纳10斤的金砖 就可以永远在贝加尔湖生存基地活下去 这条真正的官方消息 只在瞬间就燃爆了全世界 猛逼的牺牲别院业主们也一脸猛逼 我他妈的怎么就这么最惨 我贪了一辈子钱 竟然因为俄独子用了20斤金砖 换了20个长大的破鸡腿 这他妈是生存基地两个名额啊 谁知道那个网名大乔小乔到底住在哪 我换了40斤黄金 找到他我处20斤作为报酬 我看从一栋或者路操的别墅 飞出来装金条的无垠机 你没有金砖的赶紧找他们 等他们跑到俄国就来不及了 他们所提到的大乔小乔 原来是指我的大老婆乔乔 而我们恰好手握一点点金砖 业主的行动效率至高令人则舌 前一刻还在群聊中 后一刻就已将我的别墅团团为主 生死历劫地要求我交出金砖 里面的人听着 交出所有物资 交出所有金砖 我让你们不死 为了贝加尔胡进攻 你们怕是不知道 贝加尔胡已经快被我掏光了吧 你们就算去了也未必能活下去 我笑了笑 穿好防弹衣 扛起RPG66 我尼玛 还带这么玩的吗 这可是华夏谷 你有钱我还理解 你他们哪来的炮了 那群人下得赶紧逃跑 头也不回 金砖也顾不上药了 事不宜迟 我迅速打开大门 释放出了我的末日战车 随后猛踩油门 就像撞宝天球一样 将他上的七零八路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名官方工作人员 手持手枪站在车前 卢超 现在马上停车 否则我击毙你 就在末日战车 渐渐远去的同时 李银突然现身 捡起了地上的手枪和备用子弹 再次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而乔乔家楼下的仓库外 也聚集了一群 失去理智的人群 他们疯狂地撞击着大门 不顾一切地想要闯入其中 你们走开 我开枪了 然而 乔乔只有一个人一把枪 面对着犹如丧尸围城的局面 火力明显不足 在这危机时刻 我的末日战车 如同一道闪电般冲来 毫不费力地撞开了围攻的人群 开辟出一条血路 这群人见我和乔乔远去 以为没有了威胁 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冲上前去 疯狂地撞击着仓库大门 然而下一秒 他们所有人 竟然在仓库里看到了太阳 然而不幸的是 就在仓库爆炸的同时 由于太阳黑子突然的二次家具爆发 整个蓝星各处发生了大大小小不等的爆炸和焚烧 几乎大半的文明在瞬间被毁灭 只有我和乔乔躲在无比坚固的末日堡垒里 逃过一截 至此之后 蓝星上残存的少量人类 以及我和乔乔靠着空间几百年都吃不完的物资 相互依存着度过了余生 你每个人都吃不完的物资 我都会出现了